目性别平衡近几年开始有政党提名时 都会由男女来搭档参选 胜率也的确是相当的高 我们来看到在1996年台湾首度进行总统的直选 当时这一对搭档无党籍的陈旅安和王清风 是史上首次的男女搭配参选正副总统 不过最后是没有拿下胜选 而2000年的总统大选 民进党的陈水扁跟吕秀莲 也是首次的男女搭配参选 并且是胜选的候选人 2012年民进党推派出总统蔡英文 她也是首次有总统的女性总统参选 不过最后是由马英九连任成功 直到2016年蔡英文也成为史上的首位女性总统 包括2020的连任成功 那分析这历连七次的总统大选 一共是有22组正副总统候选人 其中10组是男女搭配或是女男配 比例是算不到一半 但是民进党只要推出男女配或是女男配 几乎都是胜选 唯一一次例外是在2012年 这也显示了女男配或是男女配的胜率 是超过男男配的 那我们要来看到2024总统副首的可能人选 民进党参选人赖清德 他的这个副首人选 是驻美代表这个萧美琴 被视为热门的人选之一 而侯友宜的副首呢 则是希望可以找到高知识背景 来争取中间选民的支持 据柯文哲他也提出过他的副首条件 必须要是女性 最好呢是来自中南部 企业界或是政经界 那这个三个条件才能够和他互补 最后呢是看到郭台铭的副首的四项条件 第一是能力要比他强 第二也肯定是为女性 第三呢则需要能跟他互补 最后是尽量要减少政治色彩